並且各自經歷了令他們難以忘懷的救援行動 一架客機在降落時衝出跑道下海 消防員羅國輝和他的同事立即趕到現場 所有同事的心很急 因為已經有很多乘客站在倉門等我們去救他們 但是當時的風吹就吹回你沿門那邊 即是飛機一直飄出圍港那邊 海事處的同事很快樂 在各方面都抽到船過來 圍住了飛機 就像一個屏障 自然的風和水就截了 飛機一直飛回來跑道尾 幸運的是跑道尾對出的海藏夠淺 能夠將飛機乘托而不至下沉 救援工作得以展開 他本身噴出來的救生槽是吹氣的 他們全部滑進一個圓的救生墓 一個救生墓 一個這樣卡上去 有部份的救生墓也在靠岸邊 有些火車已經停在岸邊 用了梯讓它爬上來 檢討這次救援 柱方認為機場的海上救援設備 並足以應付未來的需要 所以赤立角機場落盛的時候 機場消防隊增添了兩艘多功能海上救援指揮船 在赤立角機場還未正式啟用 新船還在操練熟習的時候 一次海上事故令他們提早派上用場